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SE遊戲情報組 我們的遊戲探員 LIVE 今集中文化的遊戲推介 結合了賞牌射擊、抽卡組牌策略 和月女遊戲 三款都有著不錯評價的遊戲 想知道是哪幾款遊戲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有玩銀河戰士惡魔城類遊戲的你 可能會想挑戰同類型 而且是有難度的遊戲 接下來的介紹可能就會很適合你 手背風類銀河戰士惡魔城新作 騎士女巫 預定於5月23日登陸PS4、PS5和Switch平台 要射擊還是用法術牌呢? 為何不同一時間做? Centers From Blasting Slashes Arcals After Her Dashes 騎士女巫 是一款受配風好強的射擊遊戲 快節奏的射擊方式 到破壞力強大的魔法攻擊為止 有食三十多種卡牌可以配合自己的遊戲風格做組合 可以打造一個專精遠距離攻擊的玩法 又或者是近身戰的滅打出高傷害的衝擊波等等 遊戲中還包含了自動瞄準系統 改造世界的作弊功能 無論是老手還是新手 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遊戲難度 既可以欣賞遊戲故事 又可以體驗爽快射擊感和挑戰難度 喜歡銀河戰士按摩城裡的你 就不要錯過這款遊戲 來啦 不用火金都可以有所有角色 超級子彈欄預定會 在6月22日登陸Swiss平台 這麼可愛的妹豬 都可以輕鬆抱回家 在這款早派策略型的輕ROGUE遊戲中 你需要在一個邪惡的人工智能手中拯救遊戲世界 解除各個網路遊戲的危機 探索各種地圖 挑戰高難度的回合制戰鬥 深入的營 超級子彈欄是一款獨一無二的早派策略遊戲 玩法上採用了業門的抽卡機制 遊戲中有很多子彈欄 它們不僅Kawaii 更個個都有不同的特色 你可不可以用策略 在回合制的戰鬥中打下各路敵人 拯救超級子彈欄的世界 二合一合集 向來都頗受大家的歡迎 既可以收藏用 又可以被之前錯過的玩家初體驗 粵女遊戲CLAP 愛與懲罰 預計會在6月22日推出 現在中文化了 以外更值得你收藏和體驗 中文化 你怎麼會變成了?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就不是一般的學校 而是日本第48個都道府縣 馮摩園 是一間訓練一些不成熟的幽摩 的培養訓練學校 而你的職位是調教師 為了令到學校可以引戰我們 去一些正常的高中做普通教師 於是我們就開始 在這間學校成為一年的調教師 Tab 外語懲罰的續作是FUN PARTY 總共分為三部份的故事 第一部IF STORY 是趕述一年後 我們終於順利做上一名普通教師 但又在某一日收到通知 學校接下來會迎來友好學校的留學生 結果竟然是之前學校所教的幽摩他們 再來第二部是AFTER STORY 是趕述經過蟲蟲困難 終於跨越了種族問題的戀愛故事 到底要怎樣面對各種問題呢 是可以攻略角色和主人公的後續故事 最後第三部ANOTHER STORY 是和本傳六位老公以外的兩名男子 逐漸紋芽出喜歡之情 趕述偶然誕生出的戀愛故事 本作還有預告特典和限定版 包括角色留言卡 限定版封面收納盒 布則海報 眼封皮畫策 木板畫 阿克力Q版角色膠帶蘇納架 阿克力角色納牌 先生 或許是 照顧著嗎 師匠的喜好和 這種事 嗯 所以 我也決定了 先生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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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說到這裡 大家覺得這次的推介遊戲怎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下集錄裏還有更多新遊戲介紹給大家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再按讚旁邊小鐘仔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